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輕微感冒頭痛的中醫保健穴位療法 當我們輕微感冒的時候 常常會覺得頭暈、脹悶、疼痛不適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使用合骨穴 進行緩解 大拇指第一指節 對準另外一隻手的虎口 按壓過去之後 指尖停留的地方就是合骨穴 合骨穴在按摩的時候 會有局部明顯的痠臟感覺 第二個穴位是帥骨穴 帥骨穴在我們的側頭部 首先我們先找到我們的耳間 之後往上約兩指幅的地方 按壓這個地方 當你在牙齒咬合的時候 會感覺有肌肉的收縮感 這個地方就是帥骨穴 我們可以使用大拇指的指尖 進行按壓 或者是當你覺得側邊頭部有緊繃感的時候 可以使用掌根進行整個側頭面的按摩 都可以緩解我們的頭痛不適感 按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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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摩